凌晨三点多黑衣男跑到民宅前面 一个动作手枪上膛 就朝着一楼连续开枪 行径相当嚣张 这名男子开完枪 就直接搭车到派出所投案 看起来相当熟练 警方获报立刻派出快打部队 并且通报附近分局拦截围捕 警方调查被针对的对象 绰号瑞哥 无姓枪手变称跟瑞哥的朋友六号傍晚六点 在对方住处聚会喝酒 当时有点不愉快 随后一群人到林森北路的皇家会馆续摊 过程中又发生一些口角 无难欲想欲气 就带着改造手枪 跑回瑞哥在重庆北路住处连开七枪 也不知道自己开错民宅 随后到大同分局的重庆北路派出所投案 那到案的犯选 他坦承 因为之前跟友人有这个口角的纠纷 那今日在凌晨在这个饮宴的时候 又遭到友人的细弱 二十一岁的无姓男子平常打零工 变成不满被害人经常数落他 没用不会赚钱 当时又发生口角才会开枪泄愤 只是开完枪直接投案 跟一般帮派寻仇手法相似 警方持保留态度持续深入追查 金新闻刘佩怡红卫涛采访报导 由于一个冰区来的掌握 去迎来到我们的重庆 使用冰刀坛请在这里 还是稍后打开架 几次迎来到我们的重庆 但我访问这次要联系 交流可以继续